批立一名狱卒退下制服化身毒贩 连同另一名失业汉一同贩毒 结果双双掉入法网 尽早在玻璃市家央推市亭免控 后张指出27岁的打巴监狱之勤的 莫哈默·哈斯夫和37岁的失业男子 莫哈默·法汉 上个星期六在巴丹乌杀一处房子 贩售132克的海洛因 抵触了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39B-E-A贩毒条文 另一项控状则是指控 两枚被告拥有85.9克的大麻 和27克的冰毒 两人否认拥毒的罪名 推市则定案件在8月19号过堂 同时等候化验报告出炉 两人否认为